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恐怖电影 林 电影刚开始 一个声音小声的说着 只有女生才会受到诅咒 我一直都被诅咒着 请帮我解开诅咒 最后小雅从梦中惊醒 原来小雅把自己关在房中 已经有一个星期 第二天同学小霞因为担心小雅 所以找到院长 院长却开玩笑的告诉小霞 或许小雅中了诅咒 有人爱上了小雅 而小雅也为之清新 小霞因为院长的话 连吃饭都心不在焉 就在这时 小霞想到了校园里的传说 只要在零点亲吻自己暗恋人的照片 对方就会喜欢上自己 但是其中一个人会死去 而活着的人也会受到死者鬼魂的纠缠 因为小霞一直暗恋着小雅 于是就在当天零点亲吻了小雅的照片 第二天小霞就在女主的面前 留下一顶帽子后就消失了 随后女主在小霞的房间里 看到了小雅的照片 第二天 女主在课堂上看到了小雅的鬼魂在向自己求救 请求女主帮助自己解开诅咒 之后女主便在楼道里突然摔倒了 同学小月和丽莎送女主回到房间后 发现了小雅的照片 两人似乎都很想要 但是最终还是放到了阁楼上 之后丽莎也看到了小雅的鬼魂在向自己求救 并在清醒后发现自己已经身处阁楼 而且马上就要清到小雅的照片了 丽莎在吃饭的时候有些心不在焉 就将事情告诉了小月 谁知小月也告诉丽莎 自己每天都能看到小雅的鬼魂 于是两人便去找女主商量对策 小月说得正激动时 却在女主和丽莎的身后看到了小雅 小月吓得起身后 却发现自己正在大合唱 谁知转头又看到了小雅 小月吓得跑出了教室后便掉到了池塘 小月正觉得自己已经安全时 却发现小雅正慢慢的走向自己 并且还在自己的耳边向自己求救 画面一转 小月清醒后发现自己差点亲吻了小雅的照片 就在这时 丽莎准备亲吻小雅的照片 小月一把抢过 在零点亲吻了小雅的照片 丽莎清醒后告诉女主小月已经失踪了 第二天女主在校园大会中又看到了小雅的鬼魂 伴随小雅的到来 同学们全部晕倒 随后老师便在同学的手机里发现了小雅的照片 原来同学们都已经去过了阁楼 并在零点亲吻了小雅的照片 女主醒后 发现丽莎和同学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随后失踪同学的尸体在盒中被找到 死因是集体自杀 女主请求小雅把自己带到大家的身边 就在女主将要亲吻小雅照片的时候 小雅出现拿走了照片 并且告诉女主 照片里的人并不是她 而是一个长得和她一样的女孩 我们就叫她小小雅吧 随后女主和小雅找到了了解诅咒的梅丽小姐 梅丽告诉两人 在这个同性恋不被接受的年代 曾经有很多女孩一起跳储水池殉情 其中一个女孩活了下来 但是死去的女孩的灵魂却无法得到安息 两人回到学校后 小雅告诉女主 才有个女孩和自己一起来学校 但是却出了意外 而自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女孩死去 就在这时 同学们都认为是小雅害死了失踪的同学 要杀的小雅 女主为了证明小雅是无辜的 于是便上前亲吻了小雅 画面一转 梅丽和光头在开车的路上遇到了丽莎 但是丽莎的灵魂却不在自己的身体里 而是在小小雅的身边 女主想解开诅咒 决定亲吻小小雅的照片 然后找到小小雅的所在之地 之后再由小雅来解开诅咒 当天晚上 女主和小雅用红线连着手 躺在床上睡觉 半夜女主被小小雅召唤 小雅跟在女主的身后 就这样两人走到了天亮 随后因为地震将红线震断 小雅起身后却发现女主不见了 小雅去寻找时 被修女的弟弟小丛给打晕 并扔到了储水池 与此同时 女主也被召唤来到了储水池 之后女主就被修女给打晕 拖到了河边 而小雅在储水池也看到了小小雅 原来和小雅一起来的同学 就是小雅的姐姐 只有姐妹相遇才可以解开诅咒 小雅本想陪着姐姐 姐姐就告诉小雅要好好的活下去 画面一转 小丛在回修道院的途中不幸落水 修女却害怕事情败露 而放弃救下小丛 结果修女也溺水而亡 随后女主从河边清醒后 回到储水池救出了小雅 原来那些死去的同学只是修女为了阻止受到诅咒的同学接近储水池 打晕同学后将她们的头按到水里溺水而亡 事情结束后 小雅却总觉得自己忘记了什么 随后小雅邀请梅丽去参加毕业典礼 梅丽拒绝后找到了修道院的院长 原来那个殉情活下来的女孩就是校长 但是校长为了让恋人得到安息 于是决定在小雅姐妹中选择一个人去陪伴恋人 姐姐主动选择跳下储水池 然而这一切却都被小雅给遗忘了 定到最后 姐主在给小雅拍照的时候 看到了死去同学的灵魂